F-35战斗机 达到第五代战机的标准 美国目前处于开发第六代战机的起始阶段 这些战斗将在几十年后问世 沃尔特斯目前只是谈论F-22或F-35将前往欧洲 并拒绝透露更详细的信息 据美国军事网战衬 这两种机型此前均在欧洲部署过 F-22是在2015年 而F-35则是在去年5月进行了首次部署 不管派出哪种飞机驻扎在欧洲的空军士兵 都需要准备应对维修一款 拥有大量传感器的未来主义飞机的新挑战 同时发生在欧洲的一个进展 是英国宣布其本国制造的 风暴战斗机计划在2035年之前试飞 在记者招待会上 沃尔特斯呼吁英国确保其新飞机和F-35兼容 编译扬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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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